底下996 必是迎击身心拒断,断性亦无 以佛菩提思可惜迹 必是迎击身心拒断 身不气迎,身不动念,叫做身心拒断 身不迎,心不念,叫做身心拒断 断性亦无 连说我断言,这个念头都不行 断性亦无,本无生灭,来气增减 以佛菩提思可惜迹 那你就知道要成佛有多困难 这对一般众生来讲,哇,这个好事真是很难 有一天电视上出来 阿嬷,阿嬷 在电视上很敢讲 老奶奶七十几岁了,七十四了 她说,老奶奶啊,那么你们这个生活怎么样子的 哎呀,不好意思谈啊,不好意思谈啊 那你就知道了 阿嬷七十四,还没断言 阿嬷七十四了 阿嬷七十四了 方的剧断 若是能断之性有存 而所断缘 眼影仍在 终非杜绝 必是断性一无 方称要病双处 使为无病人也 正如习记归即然 诸患成无性 即使无患之性 方何以佛国菩提 菩提佛所正之如如志 是可习记 此以上课的涅槃 乃是理智易如 或言说过 宝敬书银 身断银 利益戒也 心断银 定供戒也 定供戒 也就是定中有戒 叫做定供戒 心定 它就是持戒 叫做定供戒 断性一无 就是没有能说了 一切法无身了 道供戒 道供戒就是正量 有正量就具足的戒力 也就是物道的人 自然以戒共存 叫做道供戒 定供戒 就是定中 就如同有持戒力的 叫做定中有戒 心定等同持戒 这个定是出自于本性的定 断性一无 道供戒的意思就是 有正量的圣人 自然戒力具足 物道自然以戒共存 叫做道供戒 如果此说名为佛说 不如此说就不行说 此判决邪正 以当机身仿 未来邪说乱正 魔佛难辨 而求说变莫规则 佛这一世根本戒 以便验之 令末世的修学 勇为归鉴 如果此说修三目地 心断心赢者 是这名为佛说 即以从之 不如此说 或行赢 不爱真修 这个就是波形说 波形就是魔王了 速断戒之 应当速速的断戒之 这速当戒之 波形而也 而就是错误的观念 这个魔物的错误的观念 波形而 而也就是说 因为翻译的经典 朝代不一样 朝代不一样 底下说 正正确的讲法 不是波形 是波比叶 翻译成中 就是恶者 能伤害法身 恶害惠命也 这个是释迦 摩尼佛出世的时候 一个魔王的名字 所以应当这么讲 如果此说 名为佛说 不如此说 即波比叶说 应该是这样 到后来变成波形了 后来翻译成 变成波形 底下 摩尽充实 两股地位 持脑害一人 义之为鬼 今从两义也 这一般人完全看不懂 他在讲什么 那摩尽 虫子 虫子就是依据 识就是前一个朝代 前一个朝代 那摩尽是从一个前朝代 所传下来的 一直到梁武帝 说这个脑害一人 意之为鬼 改变 叫做鬼 摩改成鬼了 今从两义也 现在从梁武帝 开始改起 虫就是根据 底下要断杀 九九七 阿难 又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杀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此杀戒 亦注重在心 非但生不行杀 乃至其心 也不起杀念 杀念善解不起 何况生灵杀事 是者可谓真持戒者 可以真修三命也 其心苟无杀念 则不负他命 不欠他债 自然不随其生死相续 何以故如本经营 奴护我命 我还奴债 以示一言 经百千戒 常在生死 今命再寄无生死之理 翻过来 九九八 若秀三妹 本出尘老 杀心不出 尘不可出 所以你秀三妹 本来就是要求出 尘老生死的 如果杀心不能出气 则跟众生 结怨连祸 尘老不可出 众有多志 禅定现前 如不断杀 避落神道 尚品之人 为大利鬼 尚品则为 非行夜叉 诸鬼率 等 尚品当为 地行罗刹 执掌云 执掌书影 空谬变言 有的人分不清楚 多志之人 了之杀心本空 禅定得利 杀身之过 众死现前 事物关于尘老 这个就是错误的观念 这个理上来讲得通 诸位 佛法是要过四项的生活的 记得 理上是一切法无生 可是你要过生活 在座诸位 你没有在四项上下因果 没有福 没有德 是不是 我们要在四项上生活 不能只有名利 不重视四项 所以我们要重视四项 聪明长者 一般的聪明长者 比如说 作家的基事 写作的作家的基事 会真修行人 气得肉一饱 来寻生说残者 肉吃得很饱 就来问这个圣 说残者 内多大多这一类的众生 此计就是观念 大多这一类 诸法的本空 所以如来 以众有多字等防之 有多字 这是指 四字变充 残定位 有肉的残定 现前 智能通达 善所诸法 残能出入 三密境界 经理残自驻伤 必定堕落神道 鬼神福报 虽分胜烈 今为恶趣 所以从人道而入则 为之堕落 丧品之人 禅至 若胜以杀业 那么神通极大 福德又胜 所以就是大力之鬼 应当是天行夜叉 以及诸鬼王 如川月等等 台湾很多了 什么神 什么三神 地神 三三五角 台湾 神明就特别多了 哪一个地方都是 人间尊奉 称地 称天者 那么 众品之人 禅至以 撒业 正等 平等 神通福德 祭祀以上 祭祀以上 只为 非行夜叉 诸鬼率等 应是空行夜叉 如山林 城房等 我们现在拜的城房爷 没有人在拜树的 大部分都是拜荤的 也有人 把他拜树的 我们讲城房 这个城房爷不是只有一个 就像土地公一样 土地公一样 城房爷就像一个县的县长 土地公就像派出所的所长 听到没有 城房就比较大 城房就比较大 土地公 我们台湾能不能拜的土地公到客家的土地公行不通 客家的土地公起床起来 说客户了 真的 我们到那个 以前的美农 雷音师 哈杯 客家人 那个 起床起来 真的说客户 讲客家话 所以说 我们如果不学佛 没有人能了解这个究竟意思什么 我们以前看到城房爷也拜 看到土地公也拜 那我到现在为止啊,对这个还是很恭敬的啊,我走过去,像以前啊,我在唱歌那边下来,往日夜调那个地方,看到一个小庙,小小的庙,现在不晓得有没有存在,小小的,我也是合掌,跟他合掌,我就讲,花菩提心,早晨佛道,阿弥陀佛。 我讲的,我讲,我讲台语,我讲台语,我讲台语,你不知道听,我现在很听,我现在稍微睡觉,我这两个月就要继续,你不用烦恨,保持我平安无事。 那有一次,我可能跟这个神明给帮助我,有一次很小很小的时候,要去看电影,也没有钱。 没有钱,后来就绕绕,在电影院的旁边,再转过去的右边,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间庙很大,我不晓得那是什么神。 我就跟他办,那时候没有写佛罗,啊,就是说,神明啊,我很喜欢看这部电影啊,那时候好像才七八岁啊,很喜欢看这部电影啊。 可是我身上没有钱啊,等一下的时候啊,希望我能够混进去,用混的混进去,混进去。 用混的混进去,因为七八岁啊,不是很高啦,又喜欢看电影,又没钱。 我就一直求他,一直求他,神明啊,你保佑我啊。 结果,时间到了,我看一个男人,旁边没有带小孩子,我就冲过去牵着他的手,他一直觉得很惊讶啊,又很惊讶啊,走过去的时候,这个是谁? 我说,爸爸,我们进去了啊。 他说,哦,你儿子,哦,长得好可爱啊。 他进去了,啊,真的鬼啊。 我就说,神明真的显灵啊。 又,没多,要看电影啊,没钱啊,啊,真的求鬼啊。 嘿,真的是不小心就,哎,我觉得这个神明还是真的很灵的。 啊,这个陈房等等。 下品之人啊,啊,禅至啊,烈以沙业。 如果烈以沙业,神通济飞啊,福得益烈,则为地形罗刹,淡人精气啊,一如大海边,罗刹鬼国事业。 说,彼祖鬼神啊,亦有途中,各个之味从无上道。 你看,每个人都说他是成佛啦。 末法时期哪个不说他是佛啊? 说,卫正,卫正啊,卫得,卫得,各个自己啊,谬称成无上道。 以下,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鬼神赤圣世间,自言实肉的菩提路啊。 此言,灭后末法之中,誓衰到尾啊。 邪魔恶鬼啊,圣行世间啊,畅言实肉,当得菩提震路。 这个这个很糟糕。 乃酒肉穿藏过,活在心头座,真是鬼语耶。 说,阿难,我令比丘十五净肉。 此肉,借我神力化身啊,本无命根啊。 如婆罗门,帝多真师啊。 加以沙石炒菜不生,我以大悲生力所加, 因大慈悲假名为肉。 如得其味奈何如来灭度之后, 使众生肉名为四子。 有一个在家居士啊,看了这一段啊, 整整五年啊,不敢写佛。 他这个搞外物的,他看了这一段,他就说, 啊,我也不够资格啊。 哇,我不能吃素啊。 看了这一段啊,看了那一段啊, 吃肉烂了,没办法啊,我搞外物的。 一天到晚,摩托是骑了,要东奔西袍,累的半死了。 后来他五年,自己觉得智常很行, 自己觉得我不够资格写佛,我还没办法吃素。 那观念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远离了佛教。 五年。 后来人家就说,哦,你去请示师父一下, 要不然你这样子耿耿以为,也不是办法。 你又很想写佛, 但是你的职业上吃素又很不方便。 后来他就是请示师父,我就跟他讲啊, 愣眼睛这个是成佛的。 释迦牟尼佛这个叫做最高严格没得讨论的, 就是博士般成佛的经典啊。 这要求一定很严格的。 在座诸位啊,如果今天来皈依, 你跟他讲这个,他会, 他会造成精啊, 就成佛。 他什么佛都不认识你呢? 哇,这样子,这样子,干脆我不要信佛。 诶,诶,诶, 诶,今天你们来上课这个是博士班啊。 要成佛的, 您门一脚的, 这个是高级的班啊。 这是要成佛的。 所以经典, 他要有对的根基, 这个是要成佛的, 究竟成佛。 讲得特别的严格, 没有讨论的空间。 那如果, 他刚刚来皈依的, 你跟他讲这个, 他吓坏了。 对的, 下次, 不敢来啦。 就是雨伞, Umbrella。 Umbrella就是英文啦, 雨伞啦。 所以我一直在讨论, 哦,这最好奇啊, 我不来啦, 就是雨伞嘛。 痴, 亦防, 问难啦。 诗肉既是鬼交的佛应远界啦。 何故如来, 亦是比丘, 是五尽肉也。 所以乎阿难而告之耶, 我令比丘是五尽肉者。 不见杀, 就是不要见杀啦。 不闻杀。 不闻杀。 不亦为我杀。 为我杀。 有一次, 写佛。 我们到大姐家, 到台南的大姐家。 那大姐, 姐夫是警察嘛。 那大姐那边呢, 她就有养鸡咯。 那时候, 刚刚大一咯。 那大姐就说, 今天你来啦, 弟弟来啦, 难得啦。 杀一只鸡咯。 哦! 不要为我杀。 不见杀, 不闻杀, 也不要听到那个杀声。 不宜为我杀, 以及自死, 自己死亡的。 佛在世的比丘是可以这样子的。 鸟蚕, 就是野兽吃剩下来的, 叫做鸟蚕。 鸟蚕。 比如说, 这个动物食啦, 这个鸟啊, 这个吃剩下来的。 这包括一切的野兽。 野兽吃, 有时候这个动物的尸体太大了, 野兽吃不完啦。 野兽吃剩下来的鸟蚕。 这活在世, 它是允许的。 那是一些, 为那个比丘。 当然那是小圣经典, 现在是大圣经典, 那就不行, 此为五尽肉。 这吃肉, 皆我神力之所化身, 本无命根。 命根者就是世暖习三, 廉此色心者, 以为命根。 下面又防止这个房打错了。 耳朵旁啊, 防止问难, 既是如来神力何不化骨菜, 哪儿乃化净肉, 反而令后制食肉者得以借口, 其慈悲者所为也。 乃耶, 努婆罗门国, 帝多真是, 过亢为之真。 这个亢呢, 就是很热, 傲热, 傲热的, 一个火在一个奥运的傲, 傲热的, 或者是以火来烤干的, 就过亢为之真。 过嫩为之湿, 加以沙死, 不为不产无骨, 且炒菜也不能生, 是肉不化五净肉, 而化道粮蔬菜。 这个粮应当是, 底下是米布, 不是这个粮, 这个粮是打错的。 这个粮字, 是指桥的意思, 桥的意思, 就是我们走过那个桥啊, 台北大桥那个桥字, 那底下一个米才对的, 而化这个道粮蔬菜, 四处反常了, 仍以为怪, 我以大悲神力所加, 敏其极兮, 而化成五种净肉, 因大慈悲假名为肉, 令如占得其味, 辽以至身, 非有心性命根之真肉, 赖何如来灭后有十, 十众生肉者, 而更亦名为四子也, 须以四心出家, 同称四子, 泥盘金鱼, 善男子, 从今日食, 不听食肉, 因贯食食, 如子肉响, 赴食肉者, 断大悲肿。 奴典当之是食肉人, 种得心开, 是三摩地, 皆大罗刹, 暴宗必成, 生死苦海, 非佛弟子, 如是之人, 相杀相吞, 相识未宜, 迎何世人得出三戒。 那么现在, 就要讲大小圣了, 生长在大圣的国度里面, 他吃素就很方便了, 像中国大陆, 或者现在的台湾, 蔬菜馆很多了, 但是你如果有空到缅甸, 或者泰国去看看的话, 他们还是没有吃素的。 所以这个就变成很麻烦了。 佛陀当时的比丘, 他就没有吃素。 他们, 泰国认为我们是真正的传承, 可是到大圣佛法, 那是绝对断绝的。 所以, 大圣有大圣的生活的方式, 那么小圣有小圣的, 他们自己认为才是佛陀的真子。 他们认为大圣是非佛说的, 非佛说的, 我们活在世, 生活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到泰国去看, 苏玛有一次我带他去泰国, 他看, 嗯, 你怎么吃素? 我说, 泰国就是这样。 这苏玛也太不懂, 他说, 穿千拖, 那是母亲人买的鞋子吗? 我说, 不是啦, 披袈裟就是要穿拖鞋。 知道吗? 所以你看, 我就是穿拖鞋。 披这种袈裟应当是穿拖鞋。 但是, 中国或者台湾这个区域来讲, 你穿拖鞋大家觉得很奇怪。 注意啊, 披这种袈裟应该是要穿拖鞋的, 你去泰国看看, 没有人穿深鞋的。 有一个人, 在家机市, 看到我穿披袈裟, 穿着拖鞋, 嗯, 披袈裟的不是那样, 穿拖鞋的, 切的切的, 那是法素效。 别人敢说, 那些是正统的。 这个才是正统的。 所以, 我们的深鞋是中国人传来的, 才这样子, 你去泰国看, 披这个袈裟, 没有人像你脚底下穿那种鞋子, 没人穿, 都穿拖鞋。 明天, 你们帮拖鞋都穿着这样, 那是这样讲这个典故, 是这样子的, 你们帮名字, 在这个区域是不可以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我是上人嘛, 所以我是穿这一双下来。 以下, 此令之必度, 如当当之者, 一起将如来以, 传世末法, 极为究证, 当以智之, 是食肉人, 纵是修学, 占得心甲, 也不过相似三摩地, 终非真是三昧, 护沙坛不除, 现身皆道罗刹, 报尽寿终, 必成生死苦海, 用为鬼类, 非佛弟子, 如是之人, 命债无聊, 互相杀害, 互相吞噬, 互相失诞, 未有以食, 无有解脱, 因何得出三戒。 奴教世人, 修三摩地, 赐断杀, 至明如来, 先佛世尊, 第二, 决定清净明慧。 1002, 赐佛, 赐转教牧师之人, 修三摩地, 也就是耳根源通, 赐断杀生者, 对赢能障定, 杀乃维持, 所以断之。 赐名西佛世尊, 第二种, 决定清净, 修学之明慧, 是故阿难若不断杀, 修禅定者, 譬如有人, 至塞其儿, 高声大叫, 求人不问此等名为, 亦因迷路。 此尘上是佛教断杀之故, 阿难若不断杀, 修禅定者, 不得解脱, 必如有人, 亦带杀, 修禅之人, 至塞其儿者, 只是以手塞耳, 必然听闻, 而赴高声大叫, 为杀生食肉, 无有罪报, 求人不闻者, 此正义, 弥阴而弥陋也, 清净彼丘, 即诸菩萨, 以其入行, 不踏生草, 旷以守拔, 银河大悲, 其诸众生, 血肉充实。 这个文字都很简单, 这个岔路呢, 其路就是分歧, 路就是小路了, 分歧的小路, 清净彼其诸菩萨呢, 以其路行, 就是分岔的小路, 尚且不踏生草, 何况用手来把它拔出生草, 银河大悲, 其诸众生, 血肉充实, 首二祭之二圣持戒人, 其路者分歧小路也, 生草一掌, 清净二圣之众, 精行, 主, 尚不踏, 应当尚且不踏这个生草, 何况拔这个草, 人子之心有几草木啊, 银河大悲啊, 其众生, 血肉, 以冲滋养, 任意实战也。 1003, 若子比丘不服东方, 失, 棉, 眷, 勃, 即是, 持土, 血, 驴, 秋, 脆, 污, 如是比丘, 一事, 挣脱, 仇还, 素债, 不由三界。 解释一下, 若子比丘不服, 就是不穿了, 不穿服了, 现在讲到穿了, 连这个穿的东西啊, 都不能用这些有众生的东西。 比如说, 湿, 这个湿, 就是蚕所吐出来的续铝线, 这个是绸缎的原料咯。 这个棉, 跟那个棉子是一样的, 左右两边对调, 也是一样的, 这个棉左右两边对调, 一个湿在一个柏, 那就是湿脂品的原料, 叫做棉。 第一, 这个圈, 圈是一种柏, 而坚韧的深湿, 深湿, 深湿啊, 深湿的湿脂品啊, 叫做, 圈。 那么, 柏呢, 也是湿脂品, 简单讲, 这些都是蚕, 蚕所吐出来的。 即是吃土, 吃土就是东土咯。 蚕, 蚕, 长筒的叫做蚕。 我们现在讲, 马蚕, 马蚕。 现在很多的这个姑娘啊, 台湾称为小姐, 大的称为姑娘啊, 我都穿了个长筒的马蚕。 长筒的皮鞋啊, 叫做蚕。 看起来就是很摩登啊, 很漂亮啊。 底下叫驴, 驴就是鞋子。 短的叫做驴啊, 长的叫做驴。 驴呢, 叫做皮。 皮, 动物的皮。 这个脆呢, 是鸟瘦的细毛, 就是鸟瘦的细毛, 所织的。 比如说, 羽绒。 我们常常讲呢, 买很轻的羽绒被。 羽绒被, 就是我们身上穿的羽绒被, 有没有? 那个羽绒被是怎么来的? 你们看过人家制造羽绒被吗? 比如说, 鹅毛啊, 鸟毛啊, 鸡毛啊, 鸭毛啊, 鸭毛。 然后, 放进去一个很大的, 吹风的地方, 鼓动吹风的地方, 叶青的飞叶膏, 叶青的飞叶膏。 就把那个最好的品质的, 收集起来, 铺上去, 然后把它夹在中间, 用那个针织线把它裁缝起来。 就是我们所穿的好几层那个羽绒被, 羽绒被, 讲的就是, 那个也是动物的东西, 动物的东西。 如果你要持戒精进, 包括乳, 牛乳, 酸酸的叫酪, 醺酪。 醺酪当然就是, 我们讲醺酪灌顶最上位的乳, 就是醺酪咯。 为什么连这个乳, 乳, 醺酪? 究竟要成佛的人, 尽量不要吃呢? 不以众生结言。 如是比丘, 一事挣脱, 酬还素债, 不由三戒。 此欠断杀 必须生断 意思就是连结那个盐都不要 再做诸位 你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 或者是到新疆 或者到西伯利亚 或者阿拉斯加 再做诸位 除非你做了特殊的 要不然 一般你要做到那么大的保暖 保暖的衣服 很难的 冰冻零下三四十度 一般的衣服是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所以佛 具着这个戒律里面 有七十岁 比丘要七十岁 比丘你七十岁 很寒冷的时候 才用皮革 动物的皮革 这是力学里面的 要不然是不准的 底下是吃 欠断杀 必须身断 方可脱离 落诸比丘六戒 明福 穿衣服方面的 有两种 服用 或者东方的诗 或者是棉 眷 薄 以及是赤土的 薛 驴 球 翠 翠就是鸟兽的细毛 三个毛念 翠 二 浮石 如若醍醐 难 谁此中 一概之子 谁经 律论 所明 不无轻重 如失 勉 眷驳 这大小胜 并且严禁 以其害 多命也 薛 驴 球 翠 小胜 一向听喜 大胜 亦不群 这一气非专 为此而害命也 如若 替吾 大小并徐 金银 不服者 以能不服 这弥善也 如是比丘 止服一断 止服一断 就是阴 止就是阴 在阴中 就断掉这些了 遗族事件 争得解脱 然果服 善存 不过 愁还 素债 而已 现前 禅止 寄近 无父 续身 故不再 有三界 何以故 福其身份 皆为比严 如人 拾其 地中 白骨 足不离地 必是身心 一株众生 若生 身份 身心恶徒 不服 不食 我说 世人 正解脱者 这里解释一下 何以故 福其身份 只要跟动物的 身上的某一部分 有关系的 通通是跟众生 结缘 皆为比严 如人 拾其地中 白骨 就算我们吃了白骨 变成了 没有办法飞行 主不离地 必是身心 以众生 若生 身就是 身体的部分 就是肌肉 或者是骨髓 身份 身份 比如说 乳啊 肉啊 球啊 脆啊 简单讲 身 若生身份 像动物身上的肌肉 不能吃 或者是骨髓 或者是 就算你动物身上的皮革 也不能穿 就算动物身上的乳 肉啊 球啊 脆啊 包括他身上的毛 制成衣服的 通通不要 身心恶突 不服 不识 我说是人 真解脱者 你看呢 佛陀的 要成佛的戒力 讲得有多么的严格 说何以故呢 于是 挣脱啊 服务众生 身份 身上之分 是指尸 棉 虽然不是身上的肉 然也是比身上的一份 一部分 用之皆为 比节不离之远 就像杰出之人 体有飞光 足有涅云 涅云因食地肥啊 不能轻举 然后食地中 白骨足不离地 白骨 物理论 这么说 两者 鼠 那就一鼠鼠咯 鼠称黄米咯 这个季 季就是有两种 一种红米 一种是白米 那我们吃的白米 就是这个咯 季咯 季 就是黄米咯 季称黄米咯 季就是白米咯 这种名呢 那么 道者 根 根 根也是道的一种 道的一种 糯就是糯米啊 有年性的 大家都知道啊 早上你买那个饭团啊 通通是糯米呢 是不是 糯米团啊 糯就是糯米了 这种称 这个糯呢 就是糯类的总称 糯者 众 豆 这种名 是三骨 各二食啊 何为六食 苏果之食 各二食啊 名为白骨啊 必是身心 一树众生 若生 身份 必是身心 是指比 就是身心 一树众生 之有情的众生 若生 或者肌肉 骨髓 身份 或者球 脆 乳弱 等等 身心恶徒 不服不食 为非但 身之一众生 生 以及身份 不服不食 而心也无一念 贪求服食而已 是身心恶徒 巨断 我说世人 真解脱者 既无父命 所在 这三界之生 缘断结 故说世人 真解脱者 那么 讲到这里 就变成 讲到这一段 就变成 住在大圣的环境里面 就比小圣的 福报就更大了 什么事 福报就更大了 如我此说 名为佛说 不如此说 即薄行说 如我此说 就修三摸体 次断 杀身者 是者名为佛说 即以从之 不如此说者 食肉 不爱菩提 这个就是薄行说 素当远之 以下是断道 说阿难 诱惑世界 六道众生 其心不偷 则不随其 生死相须 此断偷盗 不但 道人财物 乃至言行诈意 视线了 这个 这个 诡异的行为 机制 诈骗了 也不行 权 或 无事 这个念 趋于 安全 劝就是诱惑 就是诈的意思 劝惑无事 无事就是 无知的众生 孔令私心 以及依恋 稀奇利一样 皆是也 不为生 无偷盗 而且要心 无偷盗之念 方为真词戒者 可以修三面也 此中不言 圣不偷盗者 以心 起不动 何况生也 若不断偷 则往复 增长 那么就是 六道往来 往复 增就是求 长就是还债 这个增就是招来 人家欠你的 你可以招来 那么你欠别人 就要偿还 这个增是别人欠你的 长是你欠别人的 还来还去的意思 则往复 增 长 所以别人欠我们的 叫做增 我们欠别人的 叫做偿还 细住生死 所以断这个偷顾 就不可以随这个偷心 楼羞三昧本处成老 偷心不处 成不可处 增卖盈 验诚者 方可以出城 贪试者 岂能以悦试 1006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 如不断偷 避若邪道 上品精灵 中品妖魅 下品邪人 诸魅所遭 诸鬼魅所遭 这个是防谬眼 多智之人 了知 成老本空 禅定现前 弹指 可以超无险 所以不断偷 那么成老 默系 成老也不会绑住你 实节既知 要出 变出 何言 不可出言 无耻的残留 往往一尺 是非 所以重有多智 禅定现前警告 纵然有四智 变中有漏的禅定现前 柔弱不断 偷心 必定落于邪道 智掌书影 邪道前取 以偷心 为怎么样 堕落 那么邪痛 权势 全球七狂世间人 不是残志 不能发 经理残志 祝道 怎么样 必当堕落 其类上品精灵者 道日夜之精法 窃天地之灵袖 富山脱水 迷惑于人 祭世者 就是要人去拜拜 是中品的妖灭者 道人物之精益 那么窃三年之气任 为王为良 事便作孽者事也 你不拜他 他就给你作弄 所以夏平 对不对 就像以前那个 网易的那个 九万十八关 你不拜没听到 红山脱 那个金座 几路 九万十八关 为什么 那个就是常常出事 这个就是了 夏平的邪然 这个福性 贤取 天生的本性 就很显了 有的人一出生 很会算计别人 设计别人 那我就觉得 不是这种人 我从小 都是被人家设计的 这个福性嫌弃 这个师父从小 一点都不会这样子 天生的就不会 寄心邪弊 弊啊 就是不正啊 诸妹所遭者 为精灵之所付 被妖妹之所谜 妄言其事啊 诡异祸属之类 诡异就是奇异啊 巧诈的 祸属之类的 这等也是由常治 道业 互相胜裂 而敢上中下意 这彼等清邪 亦有途中 各个自卫 称无上道 这个是带头修禅 其类不一啊 故也彼等清邪 亦有途中 成漫不归啊 邪知邪见 不自觉知 端坐说共 既然如否 归因各个自卫 称无上道 亦非国即国矣 我灭渡后 末法之中 多此妖邪 赤圣世间 潜逆兼欺 称善之事 各自为宜 得上人法 全或无事 孔令失心 所过之处 其家 好善 哎呀 这段啊 郑重下怀 就是我们今天台湾发生的这种情形 这段解释一下 说佛说我灭渡后啊 也没有人问啊 佛已经不在世了 末法之中多此 妖邪 赤圣世间 潜密 兼欺 为了钱啊 名啊 利啊 女色啊 无所不用其极 称大善之事 他也是自己称为大善之事了 自各自为宜 各自为己 各自为己 得上人法 这个用以的话 也通 我已经得到上人法 各自为己 所以用自己的己 各自为己 得上人法 我已经成就了 菩萨法 上人就是菩萨法 上人就是菩萨法 那么权或无事 就是欺狂 那么事也不广的 一次的众生 恐令私心 恐吓其人 令那个人 失去本心 王失了政见 私心 为什么要失心 因为没有政见 没有政见 就失去本心 有了本心 他就有政治政见 所以在座诸位啊 你们可曾知道 诸位有多么的幸运 哦 原来如此 这个才是佛的政见 今天我们这里讲的 完全是政法 完全是政治 是政见 这样你走出去 任他讲的 天花乱罪 你都知道 哪个是正 哪个是邪 自己就有能力 来分辨了 所过之处 其家 好善 这个是这样子的 确实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他是一盖 那个神教的庙 一出手 就吓死人了 有钱的了 那个大企业家 也想要做一点功德 可是分不清楚 什么是正 什么是写法 什么是正 什么是写法 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 你到那边去 哇 让你家的钱 钱不好尽 你内心里面 还自己认为 我好幸运啊 我能够护持这样 大善之事 完了 再做诸位 真正的大善之事 才是良田 你种的 不对的善之事 那叫做二田 种错的地方 就像一棵好的种子 种错的地方 拿了一千万两千万 我本来要做功德的 一弱 结果被人家污走了 被人家拿去造业 所以啊 佛陀告诉我们 六度当中 要有剥热度为前打 布施 需要智慧 吃戒 需要智慧 禅定 要智慧 精进 也是要智慧 六度当中 以剥热为前打 这就告诉我们 如果 说你家经济不错 很要想 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我日子过得去 想要做一点善事 还得睁大眼睛 还得要睁大眼睛 此一眼灭 灭后末法之中 佛教灵意 就是渐渐的颓败 要学得便 故言其多 赤身世间 潜力兼弃者 赤然或众 圣行世间 潜众鬼秘 逆诈 常见 逆诈常见 其事道明 就像想摩文当中 强行贪欲 口中浩言 灾详 便宜 哪里什么世界末日 一直讲这个 什么时候会有大灾难 一直搞这个东西 潜力 奸欺 兴其教化 遥荡其心 为什么 恐吓 什么时候会有灾难 什么时候会有火灾 什么时候会世界末日 什么时候海啸有多高的多高 就是遥荡其心 妖言妖邪 或者献妖通 乍成得道 善之士 各自为疑 各自为疾 也可以 各自为疾 得上人法 或者说 自己已经得到上人法了 上人就是菩萨法 以举三文上故 此为的为的 为证为证 为自己 以得上 以得菩萨法了 这个邪师致富也 1008 钱或无事 恐令私心者 下诈 诱乱 世间无事者 恐令其人 是其本心 亡其之见 如想某文里面 或言如来 某处出世 或言结果 现在讲的结果 彗星撞地球 或者是行星撞地球 世界末日 或者是刀兵 战争 或者是全货 无事之事 所过之处 你要拿钱出来 要消消灾 怎么样 其家就好散了 问某处佛处 则求其皆严 问结果刀兵 则望其救济 你看看 请家奉之 所知之处 令其家财 好散 无语 你看看 现在 我都讲得有多准 台湾那个 什么老师 这个是世界末日到了 这个要怎么样子 就准备了很多货柜 准备了很多的粮食 出厂起来 他一直讲 几夜几号几分 我算的出来是这样 搞了几百个货柜 结果没有 没有 所以说 我们在家即使 要亲近一个人 要很冷静的 也是出家人 谈这个 超出我们范围能力的 这个是属于科学方面 超出我们修行的 范围的能力的 出家中 一概不谈 给专业的人谈不是很好吗 美国太空总署 发布的新闻 那不是很好吗 人家是科学家呀 我们是现身于宗教的 要不是研究这个天文 地理的 是不是 天体的运行 科学家最清楚了 我们就好好的 在这个宗教文化 这个区块上 好好的尽己之力 结己之心 急功尽瘁 使后遗 超过我们的范围能力的 你对科学一窍不通 乱谈 欲远 这个会伤到自己 不是伤害别人 伤害到你自己 1008中间 我叫比丘 行方 弃食 令其 死探 称 菩提道 主比丘等 不至 熟食 记忆 缠身 礼拨三界 是亦 云 缓 去云 无凡 我叫比丘 我叫比丘 行方 行方 就是依照你的地方 处所 起食 就是 这起食的重点在呢 在不忘求 不贪求 不多求 知道吗 寻方 起食 有三种 不求 不贪求 不忘求 虚忘的忘 不多求 令其死探 称菩提道 主比丘等 不至 熟 熟就是煮饭 作为佛在世 可以这样 佛在世 可以这样子 你要今天 要北极 下大雪 你哪里出去 走出去 去化炎 对不对 你西伯利亚就好了 那个写一下 明天一层楼高 所以 这个要看时空 时空 那是台湾 出家中 那你端个拨 出去 化炎 人家 犯 给你的话 你还睁大眼睛 看他 为什么不给我钱 对不对 在台湾 行这个起食 已经 没有人这样做了 大环境 没有人这样做了 自熟食 就是主了 简单讲就是 不自熟食 就是 在佛在世的时候 不自己煮饭 那么 随言度日 记忆禅身 禅身就是 反正我今生今世 就要了生脱死了 我下次 下辈子就不来了 礼拨三界 礼拨三界 我来到三界当中 来来去去 四一往缓 四一往缓 就是今生是最后生 去一无缓 就脱离三界了 此先以 及教相行选 行者就是顺也 方则出也 我叫比丘 行顺地方就所 而行起食之法 起食之法 就是不忘求 不贪求 不多求 起得自身 就不忘求 不多求 另起食贪 为菩提道 诸位 食贪 叫做菩提道 你要是看看 你看大殿那个 诸位 有禅 就是佛的心 诸位看看 能食 能食 就是菩提道 就是菩提道 食贪为 烦恼 根本 根本即舍 知末 自哭 烦恼 离而菩提可乘 其痛 要挟 潜意 获重 坍塌立扬 照生死业业 诸比丘等 事出 舍贪之够 我叫比丘 不自 催窜 熟悉者 另起之身 是患 无事无常 不过 聚居于此 已了 禅身 而已 铝 铺三戒 鹿树 叫做铝 水树 叫做铺 无非 叫做铺 无非 借此 三戒 为铝 殿 客船 已是一度往返 至此一气 无负再返 如此行此 方为佛子 1009 云和贼人 假我衣服 拜饭如来 造种种业 皆言佛法 切非出家 拒戒比丘 为小生道 有事一物 无量众生 多无坚异 这段很重要 云和贼人 贼人就是说 穿着比丘 的袈裟 就夹我衣服 就是穿着比丘 的袈裟 当然包括一切出家众 比丘比丘 你包括一切出家众 拜饭 拜就是住 饭就是贩卖 变成了在卖这个如来 好像在做生意 造种种的业 披着佛祖的家伤 贩卖如来 意思就是不如法修行 造种种的业 皆言佛法 说我这个才是佛法 所以现在稀奇古怪的 都越来越多 搞了越多 越奇怪的 和尚 不做怪 即使就不来拜 这是无贼 全无贼有的无贼 接言佛法 切非出家 切就是反过来 非就是诽谤 这段很重要的注意点 反过来诽谤 那些出家 而真正的 具足比丘 前面要讲三个字 真正的具界的比丘 把真正的具界比丘 变成一种诽谤 我们是菩萨 他们是小圣的 说那些比丘 根本就修的 就是小圣道 为小圣道 而我修的是大圣菩萨道 云和一物无量 众生都无间意 就开始骂了骂 那个真正的 持250大界的 说那个是小圣道 哇 你看 我不居小结 我这个叫做大圣 叫做菩萨 完了 所以这段整个意思就是说 哎呀 云和 为何有这些啊 贼人 穿了五奥 袈裟 假装是个比丘 切是贩卖的如来 又是造了龙 种种的业 就背叛如来 造了种种业 都说这个叫做佛法 反过头来 切就是反过头来 毁谤那些真正的出家人 而真正拒绝 说250大界的比丘 说那一些比丘 根本就是修小圣道 而我才是修大圣道 有事一物无量众生 度无间意 那你看看你就知道 口业有多么的可怕 尤其你碰到了 恶的恶之士啊 他就跟你讲 批的比丘 批判比丘 没有罪 批判这些在家计事修行 也没有罪 因为他们都是写法 只有自己是正法 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可悲 他注书 立作 口诛 笔法 所有的出家人 我们真的替他的未来担忧 业力现前该怎么办 云和是痛刺语 是贼人 为内心欠起立扬 外貌 假借 深意 批判如来者 败者助也 犯就是贩卖 为造如来衣服 以助贩卖也 良以不造福 一不能起信于人 犯法 为难 造种种业 皆言佛法者 为非法说法 诡言义行 全获人心 遵造种种业 无所不至 皆言是罪上一佛圣之正法 且非出家 拒绝比丘 为小圣道者 为法说非法 如果以前 比丘的起实 正教则之 以前比丘正在起实 这个小圣教 这行啊 则之就是责骂 说这个是小圣教 正教 则之 如来所教的 如法的起实 你却反过来责备它 所以如果 若以前起实 正教 则之 比 必自是 踏飞 这意思就是 你看 这是比丘 正切的起实法 这是如来所教的 如法的起实 反过来 你说 批判它 这个是小圣教 比自是 非它 自己赞叹 自己是对的 别人是不对的 且乃 毁谤 真实的出家中 记住两百五十大界的比丘 正修行人为小圣道 反之放称 我是大圣菩萨之行 你就知道 这个末法时期 有多少的人 犯了这个严重的过失 所以 似乎一再强调 十方 三世一切佛 没有一尊佛 是口业不清净 可以成佛的 这是绝对 绝无仅有的 你也不会 没办法分辨对错 所以那只嘴巴 咸咸就没办法 饭吃好饭 过来就念佛 念佛 这样 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这次佛山 大家表现得很好 大家没有人讲话 非常非常的好 有时一物无量众生 都无建议 有时法说非法之故 一物无量的众生 以正教为小圣道 而从忘忘 有时非法说法之故 骗赚无量众生 赚物无量众生 就骗了 以夜阴为真佛 以恶夜之阴 误认为真佛法 就是以夜阴为真佛 以恶夜之阴 误认为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 所以在座诸位 那个跟错师父 是非常严重严重的问题 而尊忘形 一忙 引众忙 皆度无种无间地义 这要挟之害 可胜严债 所以 说在这里 你要牢牢地背住 宁可百年不开悟 不可一日走错路 我一百年不开悟 没关系 要是跟错了师父 那麻烦大了 所以在座诸位 跟错了师父 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你跟着那个人 会一直批判别人 你认为这个理所当然 我跟的是真法 我也够资格批评别人 你的麻烦就大了 而且出此之一 出此之外 别人所讲的 跟我上人所讲的法 完全不一样的 通通列为写法 不看 不听 不闻 不认识 就可以大肆评评别人 凡是我们文书讲堂 听经文法的人 守苦如凭 好坏 念心之道就好 因为你也不晓得 他是不是菩萨事先的正邪 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去多过问 那么守苦如凭就好 好